北京时间2018年11月23日,印度赛伊德莫迪国际羽毛球警标赛,进行四强争夺赛。 国语老将尼学瑞、汉越顺利晋级四强,因两人都在上半区,所以半决赛将上演内战,国语提前锁定一个决赛席位。 而下半区的张义曼则与一名选手鲁斯利苦战三局一到二输球,无缘晋级,只不八强,率先驻战的是18岁小将汉越,对阵6号种子艳名选手蒂娜,对手仅抵抗30分钟便连败两局。 汉越率先挺进次强,比赛的过程中,汉越在关键时刻,能很快抓住对手的漏洞,并连续进攻得分。 首局中,汉越在13到12时发起进攻连得6分奠定优势,次局在15到16时又连得5分锁定升局,轻松战胜对手禁忌,随后是张义曼,对战的是艳名选手鲁斯利,双方在首局打得难分难舍。 在艳名人以20-18拿到局点时,张义曼发起反击连锥三分反抄,不过却出现了失误,艳名人随即海基三分,以23-21线下一局,次局张义曼7比1开局所定领先优势,并最终以21-11帮回一局。 军省局中张义曼开局便处于落后状态,随后准分不及,在7-9时又出现严重失误,被对手连得6分扩大分差,最终以11比21丢掉军省局,无缘四强。 最后出战的是老将李雪瑞,对着艳度的主强,虽然对手实力不强,但在主场作战的环境下,首局便给李雪瑞来了一个下马挥。 6-1,开局后,又将比分很快扩大至13比5,李雪瑞眼见追分无望,便主动放弃,以9-21先输一局。 随后的第二局,对手并未放弃,而是与李雪瑞苦苦纠缠,一直到19平,关键时刻李雪瑞连得2分扳回一局。 军省局,对手继续咬紧李雪瑞,不过在5-40李雪瑞发起进攻连得5分扩大领先优势,随后他在14-90又连得4分,锁定了胜局,以2比1击败对手。 晋级四强,李雪瑞和韩润是在国际赛场上首次交锋,期待两人都能有出色的发挥,加油!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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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